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王可提的節目 今天這個10794點 我先前已經在我的傳承稿上面寫給會員 你去推算一下就知道 點618 10360是點5 所以我講的每一個步驟一定是按照正規君的分析來分析的 我不是隨便亂掰的 那麼這個地方是關鍵 這個地方是好的買點反轉買點 大家都看得懂 可是這地方是關鍵 60日120日240日移動平均線 蓋頭反壓 疫情損傷GDP到下半年甚至到了明年 已經反貪太多了 這三個要點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空彈就激增了 市場一定是反群眾心理的 環漲擦空手 急漲你再拔擋 說今天動不動 現在就漲個100多點 100多點這樣 難道不算急漲嗎 如果說之前沒有崩掉3000多點的話 它不算 它肯定算急漲 問題不是啊 前面大跌啊 這是一個反轉行情 反反彈 0.382的反彈就下去 那叫反彈 可是它是回升到了0.5以上 市場這就叫做反轉 你看看第一次要碰到季線之前先掉頭 假裝很懼怕 再來就慢慢摸過去了 你在市場稍微有點 經驗的人應該聽過一句話 市場上的諺語很多了 什麼當漲不漲虛防跌 當跌不跌虛防漲 其實那是廢話 我講的是說 至少有一些話你要仔細聽好 敢碰壓力 多無壓力 來側支撐 多無支撐 這句話 分兩句 這句話 它講的重點是那個趨勢的力量的意思 技術面的壓力大家都看得到 移動平均線 列列印出來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 這除了移動平均線的壓力 還有線型的壓力 這壓力不是很重嗎 這個灌破反彈 照著說應該要下去 為什麼 一次 第二次給你上去 敢碰 往上碰那個壓力 多無壓力 多半都沒有真正那個壓力 來側支撐 多無支撐 為什麼支撐就是破 掃停順 為什麼壓力就過 那就嘎空 其實這種現象 我這二十幾年來 我講了不知道大小循環 講了多少回了 可是每一次好像這個行情 它都是新的一樣 行情是新的 然後群眾的情緒跟做法 也都是一樣 然後大家看頭褲節目的喜歡聽 比較狂妄 把狂妄當作自信 比較衝撞 比較敢喊 大家喜歡聽這個 覺得很過癮 很喜歡聽那個 我是第一名 我是唯一怎麼樣 我是最厲害的 我怎樣怎樣 全市場就是我怎樣怎樣 你不要看 大部分看頭顧節目的群眾 是喜歡聽這樣子的 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我在講這些的時候 你覺得說我不是 你是我長期的觀眾的話 你大概不是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如果覺得說 我才不會隨便相信 人家動不動就自吹自擂的人 那是因為你到了一定的知識 常識知識以上了 很多人在這個行業 看這個節目 他是沒有這個知識的 沒有這個知識的 不是他笨 是因為他隔行如隔山 有的人在自己的行業很精明 可是一碰到這個就 被人家騙得運投轉向 你不懂食材的 你去買東西就被騙了 你不懂建材的話 你去這個裝潢訂做 你就被騙了 常常人騙你就很容易騙到手 一些話術很容易 把你弄得團團轉 每個行業都有老鼠屎 每個行業都有戰戰兢兢 兢兢兢兢兢兢的人 但是你要去分 真正的專業跟話術的不同 我這邊講 專業看誠信 這個專業看預告 誠信看證據 這個不是我的廣告訴求 說我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這個是已經做了24年了 我的節目可能比較無趣啊 我不會告訴你 什麼動不動就是標股啊 其實投股有個法規 大家不知道 你敢稱自己是唯一罪 怎麼樣罪怎麼樣 你沒有證據的話 那是違法的 可是大家不在意嘛 覺得他這聽起來很犀利很過癮 每天都有標股 我也有部分的會員 現在很少很少了 受不了了 聽得別人太過癮了 我們的股票好像很慢 有時候不太動 有時候還不對還挺準 看別台轉過去參加別人的 那個其實跟我 我並不在意 但是繞一圈很快就回來 半圈就回來 大部分回來的時候也不太會講 但有的就真的 這麼多年來 確實老老實實跟我們講說 真的是出去繞一下 才覺得被騙得很慘 才知道真實的操作 哪有這麼簡單 像檯面上講得這麼天花亂墜的 你知道會講這些話 其實還滿有智慧的 在自己的職業行業都是 佼佼者啊 很多很頂尖的 他們只是這個行業還不懂 很容易被糊弄啊 因為聽到標股 這個標那個也標 每天都在賺錢 很心動啊 心動難免啊 但是如果一次兩次三次 參加不同的投顧 都碰到類似的問題 講的跟做的不一樣 待進不待出 也不停損 買一大堆 對不對 你如果碰到繁复這些問題 他檯面上講的是另外一套 你早點切斷趕快離開啦 沒什麼好抱怨的啦 就記住不要再碰到這個模式 都相信就好了 你不見得要參加我的啦 我講了半天不說 你們都不要參加別的 你參加別的都不對 你參加王克里才是對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具備一定的常識 要有世人之名 你在社會上才不容易吃大虧嘛 對不對 到處被騙 懊惱嘛 在這個行業只要你不要太急 你也不要太貪 你不容易被騙 看投顧的節目 你能吸收多少賺多少 我祝福你 但是我這個節目這邊寫 你看電視節目你不要更難 因為真的你跟不上 你說我就是要審那個會費 我認同你王克里講的 可是我真的不太捨得花那個會費 不要參加 你只要心裡覺得對那個會費 比較計較的是不捨得的 就不要參加 一回又想 一回又考慮 一回又想 一回又考慮 你只要有任何猶豫 你就不要參加 永遠都不要參加 你如果是資金夠的 你有消費 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你認為付給我專業費用 是值得的 不管賺賠 你認為這是應該的 那你參加我會員 我至少不會騙你 而且我絕對是夠專業的 然後參加我會員不要馬後炮 那個地方怎麼老是不多賣一點 那個地方老是怎麼不賣一下 怎麼賣完之後它怎麼繼續漲 買完之後怎麼稍微跌下來 都不要再事後回來評論 如果說這個股票 昨天突破今天要等它押回 它不押回了今天又上去 如果說有的時候一突破 馬上又押回 說突破買 為什麼不能押回再買 這都事後講的 突破會不會壓回 關鍵的底部突破會不會壓回 那種機率它存在各半 那不是你能分析的 所以不要事後回來看 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完全分辨出 突破它會拉回 還是突破它不拉回 沒有那種方法 籌碼可以稍微輔助判斷一下說 它拉回不拉回的機率占多少 大概可以稍微輔助判斷一下 但也不精準 基本上破斷底部突破的話 你就是果斷買進了 所有方法它都有一些盲點 但是你用所有好的方法 你盡量把盲點的機率降低一點 我跟各位講這些一般人不愛聽 每天都希望看標股 標股什麼標股 對不對 這次我講人性 到這邊繼續嘎空單 嘎空手 昨天再跟各位講 環掌繼續嘎空手 就慢慢慢慢給你磨上去 這個流程在這裡 12121 請問一下現在有人在乎這個東西了嗎 這個可以救很多人 這種賣點其實是可以真的救到你 可是一般人對我分析這種東西的預告 說實在沒什麼好的評價 我也知道這個生態就是如此 網路世界是不太允許有人講什麼好話的 對投股節目 這個我了解 但是你有没有因此至少避開 你才有機會反轉要回中線的時候買進 疫情中會過去5G必然繼續 龍頭股就按計畫分批買進了 最低點反轉開始 有的早兩天買 對不對 有的反轉再買 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高出了嘛 9800跟10360 3月20號 我請問一下各位你先回頭來看 這個最低點 3月19號大盤的最低點85230就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 買在這裡會不會嚇死啊 買在這裡會不會嚇死啊 會啊 當時啊 可是你看現在在這裡啊 做股票不要太計較 大的東西抓到就好 4月20號開始 籌碼軋空向上 做多不變 軋空雖然是壓抑 但是繼續做多不變 21 22 做多不變 24 維持中多反轉型態 你知道各位觀眾要能堅持這種事情 是每天要細膩做的工作 是每天要分析的 資金集中強勢股 各位觀眾 當然大家喜歡批評嘛 尤其是馬後炮批評過癮啊 馬後炮全部都最精準啊 算是空包蛋了 可是說別人舒服啊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你要每天隨時都動不動就要分析 每天就要做決定的話 你看看能夠串聯多久啊 要維持一個高的精準度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們隨隨便被人家罵 我做了30年 在投顧 代會員公開解盤24年 很多人還是覺得隨便把我罵兩句 把我罵得跟豬頭一樣 也許他股票涉略並不很久 他就覺得他是業餘的 他就覺得我們這種做30年的 專業的 職業的 比不過他一根小指頭 挖鼻孔吐你兩句 人性是這樣 喜歡說別人 那不管你喜不喜歡說別人 不管你是怎麼看 你最後的目的其實想賺錢 我看過很多很多很有錢 很成功很成功的人 我身邊就有 我的朋友就有 沒有一個是酸葡萄的 他們共同有個習性 很低調 還蠻安靜的 而且挺幽默的 看什麼事情都挺樂觀的 可是心思很細膩 很有風度 我真的有這樣子的認識的 還算蠻好的朋友 那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人生來去匆匆 來一回 留下一些好的東西 看一些好的事情正向一點 有好的學習對象 珍惜一點 知心的好的朋友 一輩子一個兩個足夠了 值得信賴的一個兩個足夠了 不需要太多 拉哩拉扎的一堆臭熱鬧 每天在那邊嬉笑怎麼樣 胡鬧 搓脫浪費時間 做股票是抓大放小 不可能大小通吃 不要去想那回事 迷信神效是產培的起點 不要忘了 你看今天台積電7奈米大丹來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內容 等會要進廣告 再仔細照近一點 注意看 是不是維持ThinFed 其實是廠效電晶體的技術 這個是我已經連續 講了半年的事情 新聞今天出來了 我說三星跟英特爾 絕對不是它對手 你三星要切入GateFed GAA Get All Around Fed 你要跳過這個ThinFed技術 是直接切砂奶米進去 我說它做不來的 NVIDIA現在對台積電機器下大單 那當然不是超為NVIDIA Sylens 聯發客 海思 那不然誰要跟你下單 每一個都要找它下單 我半年前就看到這件事情 台積電中流砥柱 它是多頭的話 請問一下大盤要怎麼翻空 先進廣告等會回來繼續講解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內容 錡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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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欢迎回到王可离节目现场 这次盘中电话连线解盘 跟我的传证稿写的内容是吻合 跟我每天解盘是吻合的 3月19我写的是建低点 20号穿头破底 之后嘎空沙多再来回中线 4月22号10360点停顿震荡再涨 3月19号建低点在这一天 这边穿头破底要回中线 要看到10360点 4月22号讲说10360点震荡再继续涨 我这些都有分析的依据跟战法的 你看这次内资 外资的指标股都是龙头股 台积国具 华兴科 新兴南电经济 望红 锐域 双红 对不对 PCB 散热 被动元件 经营代工 对不对 被动元件 然后这个石英元件 记忆体 足底转强的龙头股 大力光上瘾 针鼎 可以外申盾 这里面还有很多都是被外资调降平等 后期是震荡拉高 那个避险基金 在卖过头之后 持股不足 等到指数上来的时候 它被迫程式性的买盘 它要回头 等到回头之后 如果内资要到它 那我们就卖 如果内资不到的话 那火力会更强 你要一步一步往上看 不要随便乱拆 精彩 这种反转是好的买点 大家不敢 这已经过去了 它也没涨完 上瘾 人性就是这样 当低档没有买的时候 只要涨一点点 涨两点 涨一点 涨一小段之后 不舍得买了 觉得太贵了 这就是嘎空嘎人性 放开心一点 这边外资把它调降平等 我说可以继续买 金像电空不下去 因为续墙 嘎空嘛 空单就喜欢找这种 一直去跟它对坐 文贸309出 304出 然后我跟各位讲 这边是短空 中藏多的讯号还没有回来 一天带亮藏红 有可能中线的一次 两次修正 它要慢慢落底 时间需要耗时一点 300多块在这边卖的 所以有些阶段 它好归好 可能不适合 你把钱站放这里 你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大陆的5G搭台 网通股唱大戏 你要去细分 台股列出网通股 或是光通讯族群 最少25档 最少 值得你去搜寻看的股票 大概六七档 像这个PCB印刷电路板的上游 CCL 因为5G加速建置 PCB上游材料缺口是扩大的 不是吗 中下游需求成长 中游 至少中游 板材 上游的话一定缺口 而且是真的缺口扩大 这种是长多格局 的怎么样 中期修正结束 这边是属于一个中期修正 它已经结束了 可是这种股票 它不算便宜 但是有强者操作的 强者很强的操作 是在这种标的 台药也是一样 CCL 对不对 联帽跟台药 意思是一样 短线 这边破线后反转 你看故意扫破 破线反转 重回长多格局 这个都是怎么样 多杀多 恐慌性的杀出造成的 我还有不少观众 白天看我电话连线解盘 下午也看我的节目 也有跟我们反映 他很认同我 可是这一次 不管我再怎么讲 他都忍不住杀出去 在这边 很多股票 真的在这边杀 后来还有说 这边没有杀的 反转没有多久 后这边又杀了 两个点都逃不掉 通常人性 在真正的低点的 左右两边 都躲不掉 大部分会追杀在这里 逃过一劫的 惊魂未定的 上来到这里 大概也卖掉了 不管两个点哪边卖 刚好反转的前后 左右两边卖 就买不回来了 这种故事不会结束 等到哪天长到怎么样 几乎是恨天高的时候 忍不住就进去了 我在讲的都是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不要去做那样的事情 重回长多格局 泰硕 联发科5G晶片 4月22号就是外资调降它平等那一天 然后他们就开始买进了 这一天 也就是我讲大凡讲说 10360站稳之后 正常继续往上 5G晶片出货足迹针 这个我之前在电视上常常讲 神盾打入华为 这昨天的讯息 那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九层订单通通集中在三星 怎么会稳定呢 它一定要分散 它现在风险分散 而且到时候来自华为5G手机的订单 不管是Nova还是这个 Honor这个系列的手机 它的订单未来 指纹辨识IC化 可能不会比三星少 搞不好量比它更大 315.5崩到这里 连续6年营收获利都成长 这营收获利是成长的 崩到这里 当然你看底部出大量 对不对 这当然是买点 可是可能会看技术名讲说 我等它拉回 到这边我想说我等它拉回 在这边突破说我等它拉回 会不会拉回 天知道 太计较的话 底部都不敢买 第一档 人家很多人认为底部叫 那个最低点叫底部 底部它有形态的 光通讯连6年财报检标 今天这个我在盘中已经说了 在盘中我把这个表列出来 我要讲出一些结论 转机股跟稳定的股票 神盾跟联发科 你看神盾连续的年度的营收 这样子成长 这是今年第一季 这都是全年的 你看这EPS 从负1.44到8.5到9.62到12.6 第一季当然还没有结算 这些好公司 你去比一比就知道 财报着手 K件着手 筹码着手 产业面着手 你找到的点 不会太离谱 一般人就告诉你 我厉害 我市场最厉害 我怎样 没有经过统计 拿什么叫最厉害 大家喜欢听 很多人喜欢听都很狂妄的话 还特别受欢迎 网红 在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当网红其实是最不快乐的 其实我看那些网红 蛮同情他们的 很多很有才艺的人 到最后都是被当成炮火 对不对 风向好的时候 风向差的时候 那种人生其实很难过的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 真顶KY143出的 这个没有人要 84.5 这个我都有介绍大家买了 这个79.5买了 那为什么要买 连续营收成长 连续获利成长 太慢所以没人要 太慢所以没人要 外资还把它降频 我4月10号之后 已经预告它会降频了 结果昨天降频了 这没什么人要了 这么慢 现在谁要看这种 是涨一点点或是不动的 还有拉回的股票 现在大家看了 每天都在看标股 那投顾就会告诉你 下一档标股是什么 你赶快来 下一档标股是什么 你赶快来 赶快先来赚什么长红 赶快赚一只掌 两只掌停 十之八九人都会被这个吸引 大部分是对这个行业 没有尝试 我不说这些人没有尝试 我说大部分这些人是对这个行业的手段 没有认知的尝试 就是这样 这些也绝对不会是我的族群 我也绝对不会要收这样的人当会员 因为我知道这些输大钱的习性 很在意炒作名牌 发动时间 涨跌速度 每天要有新的标地标标股 这都会输大钱 国具466出的 280接回 后面连续加码的流程 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这都是我在电上公开讲的买点 这个流程说实在的 每天重复 给你看这个证据 对一般人来讲也没什么意思 跳空高高 还做一个价差再结回 快涨停卖掉 隔天打下来买进 我还会额外增加做这些价差 然后再加码 当然这个平常讲的很多 这是第二段的 这是第二段的 前半段的是这里 就是去年除期前 要不是疫情的话 怎么会打回来第二次 刚刚讲的是这一段 然后建议大家在466 我在466卖 然后448建议大家卖出 这边再接回来 再买进 买进再加码 做价差高出低低 然后再加码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怎么会打回到 重新一个起账点 等于是 有人讲好说 请你吃一次大餐 结果 因缘际会不知道什么状况 他请你第二次吃一样的大餐 疫情对于股市的冲击 其实对股市是机会 这个道理现在大家都懂了 因为已经反转了2249点 到今天收盘 大部分的人说差不多了 又错过了 那是一般人的想法 我只买最好的公司 最强的一定买最多 可是这个流程跟过程 很辛苦很坎坷 所以请你想清楚再合作 跟我操作没有捷径 只有一步一脚印 大家都要捷径 只有我告诉你 没有捷径 专业的价值在于 对主流的判断及坚持 时间久了 您自然知道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